今天Inchintil Decider帶大家來到哪裏 今天我們來到柴灣莫軒台 400多隻兩房的單位 我們一齊看看裝修進度 Let's go 現在這個單位我們剛剛完成了清拆的項目 主要就會跟師傅隔開一些木工的項目 和泥水的項目 而我們身後其實都看到有完成了部分的 木工工程 主要是一些差點學的部分 通常就會跟客人預先溝通 我們可能之後需要單浸鏈 或者是雙浸鏈 其實裡面的尺寸都會有所影響 除了木工工程之外 電力工程基本上大致上都完成了 今天我們都特地上來 跟師傅檢查一些電位的高度和位置 對不對 來到這房間 我們看看身後的位置 都看到一些鋁窗更換的工程 通常鋁窗更換的時候 我們都會預先跟客人溝通了一些窗的格式 甚至是一些冷氣的型號 例如是一些窗口式的冷氣 換成一些分體式的冷氣 我們都可以做一些確認的型號 然後安排到尺寸 我們建議鋁窗工程 就在泥水項目進場之前 我們就預先要確認好所有的格式 和一些間隔 浴室裡面 我們也進行一個試水的動作 通常我們都會約客人上來單位看一看 如果沒有問題確認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泥水和鋪磚的動作 來到浴室的部分 我們通常都會根據客人的儲物的要求 或者是一些原先大樓的樓底的高度 再衡量一下浴室的位置 適不適合一些儲物的天花 如果有些人會追求空間感 甚至是補充光源在浴室的位置 我們在設計上都會再做一些燈光元素 令整個空間更加光亮 因為單位接下來都會進行一個鋪磚的動作 所以這些磚已經事先送好上單位 我們今天也會和師傅夾好派磚的方向 今天帶大家參觀完這個單位的裝修進度 如果大家都喜歡我們的片段 記得Like我們Facebook Page Follow我們Instagram 以及Subscribe我們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